大家好,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,我们会通过普通人讲述自己境遇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。 随着中国疫情在2022年底的全面放开,原本陷入停滞的经济有了初步的回暖。 时间跨过2022来到了2023年,我们看到了商场人流量有所增加,机票价格也开始上涨,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家的信心也正在逐步恢复。 但当深入了解后会发现,其实这只不过是疫情放开后的短暂红利而已,接纳中国70%就业的私企和民企的裁员潮一直都没有停歇,失业的人数也还是在继续地增加。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的真实情况,不要看统计局的数据,也不要相信官方的喊话,倾听普通人的声音就能了解了。 接下来,我们听听普通人讲述他们真实的故事吧。 过后的第一天,2023年的1月3号,早上我们部门领导在权利和我们说,大家做好心理准备,咱们的广告业务可能要结束了。 我趟着就想,不会这么倒霉吧,赶到这样一个时间点,至少过完年也好,但结果就是这么残酷。 在3号下午,我的领导就找我聊这个事情,随着聊其实也就是做个通知。 这个部门不赚钱,老板要砍掉,今天是最后一天。 因为后面也不招人了,也没什么好交接的了,所以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东西,以后签个离职就可以走了,就是这么快。 结果半年的功夫,我就成了无业游民。 然后我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也是一样,大家也是陆续开个小会,收拾一下自己手上的东西。 晚上我们一起聚个餐,吃个饭,算是散伙饭了。 其实我本身也有换工作的打算,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广告类,公司整体效益也不是特别好,但是我以为至少能趁到过完年吧,但是很不巧,就是卡在了这个时间点。 现在想找我工作,也不是特别好找。 如果大家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,也不要太焦虑,不是你的问题,现在大行业本身就不是很好,遇到也不可避免,重要的是遇到这个时候,心态也不要太沮丧。 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回家过年了,今年已经是那月28回家,把该请的年假都请了,和去年不同的是,今年咱有工作,终于不用在星期问干什么工作时尴尬躲掉了。 说到这儿,今年前同时给我发消息说,整个部门都被裁掉了,以前还说12月15号之前就裁完,一直没动静,以为安全了,还没想到过年前三天直接通知整个部门解散。 赔偿还没按照法规标准,大家都粗不及防,找人力理论,没贪妥,等天下午人力发短信给大家说,公司现在处于困难期,你们的赔偿要求不合你,然后迅速把所有人工作叮叮群停用,踢出群鸟,让他们不要去公司了。 前同时说,事业不要紧,可是公司的操作着实让人恶心,突然袭击,粗不及防,公司处于困难期,打工人不是吗? 去年我被裁的时候,当天下午叫我,谈了几分钟,可能因为我工资低,N加1赔偿,到位,没有过度交流,我直接签字了。 这次他们有计较,工资不愿意给,就一直僵持,现在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状态,同时说年后再谈看看情况吧。 我知道公司年间裁员为了节约成本,但是真太缺德了,大家都说好心呢,想着回家过年,平时失业还可以不告诉父母自己在外里找工作。 年前失业回家,过年各种亲戚,问东温喜,气嘴巴舌,这个尴尬我去年是体会过的,同时问我,刚被踩是慌吗? 我说,刚开始是开心大雨慌的,但心里确实空闹闹的,突然没了工作,没了稳定收入,确实很不适应,特别是有房贷车贷的。 但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,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有选择,就像我前头是,下午看来他们真的很优秀,但还是拗不过大环境,不管工作很不稳定,大家都得做好最坏的打算,位于筹谋,多条选择,多条出路。 朋友们,我失业了,今天公司通知了裁员,特别特别的突然。 现在我在下班路上,已经到我们家小区了,怎么说呢,就感觉有点开心,又有点心酸,开心是因为可以拿到N加1的补偿金, 心酸是因为,实际的时间是太出来了,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,这个是金黄路,就真的,感觉前后都很难。 因为我现在,找工作的话,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多的那个,嗨抗。 还有就是,因为我现在在,小载的行业是教培,然后呢,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呢,都是在教培。 然后呢,嗯,虽然,当然我不是在可以耍,我是在职业在岛,然后现在,面临,就是27岁,中年,女性,长行,的问题,我也挺迷茫的。 唉,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,接下去要转行,转去哪,就是能做什么。 又感觉我的,我所做的岗位呢,主导老师是一个综合岗。 有教学,有运营,还有课堡,就啥都有,但是都没有特地精通。 所以说,挺难的,就今天吧,反正是,心塞占了大多数,占了一整天,反正现在还是挺心塞的。 然后现在的话,接下来,我可能,要缓个两三天,因为现在去看工作的话,只会让我更心塞,又没有方向,没有方向的时候,去找。 那就是大海道真的,越来越心塞。 那看,明天怎么样吧。 年底啊,我老公帅哥的一个朋友就被变向裁员了嘛,去年,很多大厂都大规模裁员,裁员潮感觉是真的来的,不知道大伙儿身边有没有被裁的朋友,或者自己被裁的。 我老公帅哥今年36岁嘛,他这朋友刚35岁,所以真的是坐实了这个35岁左右职场裁员高发年纪。 裁员方式我发现也是多种多样啊,有的公司是不再去签合同了,有的是提高KPI到无法完成的高度。 然后再以这个业绩不达标为由,把你淘汰了,还有是调整到边缘岗位,让你没事做,只能领个基本工资等你。 帅哥这朋友呢,他还有俩孩子,一个刚到读书年纪,一个嗷嗷待补的,有房贷,家里还有生命的老人,不过我今天要讲的,这不是一个稀稀残暖的故事。 前几天帅哥跟他吃饭来着,说人家被裁了,特高兴。 以前我羡慕这个巴菲特啊,讲自己跳着踢踏舞去上班,直到听了这个唱着歌被裁的故事,我觉得这才是咱们普通人该学习的样子,所以今天想来分享一下。 为啥唱着歌呢?据他说就他本来也不是特别想干这工作了,一代工作时间太长,加班太多,这些年有一大半周末啊都铺在工作上。 他就还是蛮享受家庭生活的一个人,也不能在这份工作中体验到太高的成就感啊,就是所以就更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。 起码有个胡伦周末,这个人之长情大家都能理解,担心很多工作都达不到嘛。 二来呢,他们这个公司有几次战略变化,使得他目前在做事情呢,和他入职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,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,所以与他给自己的这个长期事业定位也不是很相符。 但是说工作不是那么满意吧,自己下决心,要提离职吧,还真下不了决心,我觉得这也蛮常见的。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,可以当幕扣个1。 就年年说自己的工作不满意,过了三五年了,还在同一个岗位上,反正现在这个变相裁员吧,也算公司推了他一把,而且公司裁员嘛,就还能拿到一笔不小的赔偿,比自己辞职好多了,天降横财。 那重点来说一下,他为啥不担心啊,这不35岁吗,不担心找不到下家吗? 大多数人35岁被裁员了,这个媒体描述的这个气息惨惨呢,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上游老下游小嘛,家庭层,尤其是躺过这个家庭压在一个人身上。 这每月全家的账单就等这人工资到账了,他一被裁员了,可能房贷都还不起了,对吧? 所以有不少中年人,尤其是男性,听说被裁员都不敢告诉家里人,自己躲到公园去假装上班。 但帅哥这朋友啊,可是把他们家安排的明明白白。 他做到了有四点吧,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。 第一点呢,就是不把经济责任压在一个人身上。 这说起来简单,但很多人都做不到,就比如这位男士早些年工作发展不错的时候,他其实有过大半年休整,在家带孩子。 为啥呢?因为他妻子当时是生育并全职带孩子嘛。 然后孩子一岁多后,他妻子有一个特别好的重回职场的机会。 但孩子呢,当时还有大半年吧,才能送拖班,所以这中间就没有人带他们家里。 大家妻子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个机会呢,可能重返职场会越来越难了嘛。 然后那时候他自己所在的行业呢,他30岁的年纪,他觉得休整个大半年也完全能接受。 很多人裸辞在找工作也得大半年,对吧? 所以呢,他们家斟酌后,就他妻子先重返职场,他带了半年孩子。 现在呢,他妻子的职业道路也越来越好了嘛,走了,就是他们夫妻二人,随便一个人都能完全承担起家庭的这个经济重任。 所以这也是他被财不害怕的底气。 说起来是他妻子很厉害,但是我们还原到这个情境中,就很多男士在这种境况下是做不了同样决定了。 他们都会安抚妻子,啊,我来赚钱,你好好带孩子,对吧? 就很多女性其实本来是在事业上是有这个飞翔的翅膀的,有这个力量的,这慢慢就折断了嘛。 夫妻二人其实是一个互助互赖的关系应该是,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,这个高校能源社区的习惯里面讲的这个互赖。 我觉得相比传统呢,男主外女主内,可能这种互助互赖的关系,才能让小佳更好地面对现在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吧,这是非常值得要推荐的。 第二点呢,是这个人脉的积极维护。 他虽然这个30到35这几年看着工作很稳啊,但是一直保持着对这个人脉的维护,比如说之前很优秀的前头士, 或者是面试的通过了没去的这个公司领导,或者是熟悉的猎头啊,曾经一起搞副业的这个行业内人士啊,都在持续维护。 他们也会经常跟他分享一些行业内的新的信息啊,机会啊。 甚至他还保持着每年去应聘一个猎头给他推荐的职位的这个频率。 去年呢,听说其实就拿到了现在这个1.5倍薪酬的一个offer,只是当时就没有选得去嘛。 那虽然这些机会呢,这些offer可能当时不是他一个比较好的选择,但是有了这些就能让一个人心中不慌嘛,知道自己在市场中的这个定位啊,价值啊。 就很多人一倍裁员就特别黄,都源于在一家公司一个坑里待太久了,就早都有与市场脱节了,不知道如何在在市场中定位自己的价值。 所以对职场人士可能吃碗里的,不识看着锅里的也是一个必备技能。 尤其前同事啊,我公众号文章里也经常写,真的可能是宝藏,可能现同事不能做朋友,但是优秀的前同事是可以的,要擅长建立这些良性的互利关系。 第三点呢,是他有副业收入,他从去年开始挖掘自己的副业管道,目前零零散散的平均每个月也能收入个几千块钱。 虽然这笔钱不多,对一线二孩家庭来说可能只能解决点小问题,但这笔钱是他的快乐源泉。 就虽然他妻子现在也能承担起养家责任嘛,但是一个人持续问另一个人要钱,心里总是不爽的嘛,对吧。 所以这个副业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,我们呢能停下来修整的一个底气吧。 第四呢,是他们家的王炸,他有准备了两年的失业准备金,我们都知道失业了能领失业金,这个大家都知道吧,就大家失业了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失业金窗口咨询领取一下。 然后这哥们呢,他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两年的失业准备金,具体数字我也不知道,据说有大几十万了,因为他说起码能覆盖他们家两三年的开销吧。 就对高收入家庭来说,对比收入,看起来存个大几十万不是特别难完成的任务,但真正能做到的还真不多在这个年纪中,而三十多岁们要办的事情太多了,欲望也多,这收入一高了,一会儿想换大房子,一会儿想换车了,孩子又想弄到这什么私立学校去了,就欲望实在是太多了。 所以我们看这种被裁员的新闻,很多人都是收入很高,但是一被裁了,下个月房贷都要断供了,都是这种年薪百万,口袋空空,但他们家呢,就克制住了其他欲望,就提前在想要二胎的时候就开始存这个失业准备金了,然后也是把这个钱真的存下来了,这样子面对中年失业才能太然处置吧。 最后,感谢大家观看,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,欢迎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